我们的自华安全锁是利用Arduino的RFID模组以及蓝牙模组来与APP结合 进而达到我们进管理系统的功能 先让我们介绍它吧 我们的APP总共有两个 第一个为模拟物联网接取链 第二个为远段手机监控记录 现在先从模拟物联网接取链开始介绍 我们的门锁在不同情况下会有不同的反应 卡片正确的时候我们会开启 卡片不正确的时候我们不会开启 且在连续三次感受失败的时候会上锁并传送简讯 在上锁后需要手机解除锁定才能再度感应卡片 另外我们还可以设置时间 在设定时间内开启门时会传送简讯提醒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卡片正确时 再来使用错误的卡片来进行 此时APP便会出现数字 在示范3之后 会出现引键解锁按钮 在按钮出现后便会传送简讯 在设置时间方面可点击持钮来进行时间管理 点击持钮后进入时间选担 另外可设置时间 设置当前时间后 按下持钮返轨 在门开启时 在门开启时 便会传送简讯 OK 这是我们远端APP的画面 以下是我们所有开门的记录 实话面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开门的时间以及证券与失败的记录 另外,我们在门所感应三次失败时上锁 我们可以使用远端APP来进行解锁 此以达到门迹关于的功能了